第一件事,还有,邮应华,商经局局长,没问到是否缺乏竞争,会否缺乏竞争影响传媒生态 他说不是,收费电视仍然开放,我相信市场有结论 电视广播的环境是随时改变,继续广播是否继续广播是一个商业的决定 我认为市场很开放,如果有人有兴趣,也可以入市场,没限制,你老公没限制,王伟基就不给 他说话,这个真的是吴淑貞的朋友 他说话,怎么没限制,王伟基就不能进入,赚了 好了,分开几个层面说,是否纯粹商业决定yes or no 首先,没有任何政治气氛之下,他都做不了 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市场竞争,你现在和Netflix和Disney Plus 所有媒体都在面对这个挑战,因为时间只有这么多,看的东西只有这么多 不要说你有线电视收费电视,全世界收费电视都要和Netflix和YouTube竞争 和Disney Plus,还有YouTube,无限这么多免费资讯 所以我还要付钱去看你呢?答案就显然而见了 有什么值得我付钱去支持你呢? Patreon看我不会比看你更好 你有线新闻报道的新闻,现在都未必足够我这么多新闻 不是说真的,你的新闻还说不清楚 Patreon之前,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便宜 5-10美金而已 我很容易剪掉,Patreon一按就只剪掉 第一,你会面对挑战太多 而你有什么价值呢? 第一,你有线新闻也有价值 第二,你要讲娱乐性 现在全部看韩星 电视剧,港剧都收拾了 你面对的是韩剧,美剧,英剧 那你就没什么搞了 不是,你可以玩本土的 你就讲一些本土音乐,本土娱乐 Viu又做了,Viu做到 是吧? 所以呢,是无关事的 有个网友说得很硬,你根本就脱了一截 你脱了一截 你最值钱的品牌就是新闻 但没办法,香港是再做不到这样的事 再不能够,当你不能够报道真相 你可以做好的新闻呢?可以 可以,譬如你现在深入报道土耳其 你会不会呢? 你会不会派记者去深入报道土耳其的情况呢? 很难啊 报道下突然间有一单新闻 就说,中国原来的记者 就给钱那些土耳其人 就叫他骂自己政府 就要赞中国政府 还有,刚刚有个驻爱尔兰大使馆 就乱勾说 就帮 fake news 就说那条土耳其的大桥 中国制造很硬正,顶得住地震 这条桥是韩国做的 这些新闻你报道得到吗? 你又不报道得到 以前有线中国组就很厉害了 你现在有线中国组查什么 白纸运动你可不可以报道一下? 你不可以了 所以 所以你说是不是商业因素? 但是指不指商业因素呢? 也不一定指 是吧? 他自己是自毁长城 但是这个政治气氛令到他的新闻节目做不到 这个政治气氛令到新闻做不到 令到本地的娱乐 或者本地的娱乐事业 是非常客宅 我不是说没有出路的 很客宅 很客宅 所以整个媒体生态都是在收皮 而你有线是更加差的 那就收档了 是吧? 那就是收档 所以没什么所谓 OK? 那就不要紧了 就说真的 香港没有电视也没什么所谓 是吧? 我很期待 有也都很开心 是吧? 我这个是正面节目 很正面的 你有CCTV继续在这里 继续烧银子的 我是欢迎的 是吧? 我很欢迎的 你说剪掉了电视也好 是吧? 但是最好不要看CCTV 最好剪掉了 你怎么看CTV 越看越昂糕 是吧?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看CTV 很难 如果大家自许为少少 一个独立思考 怎样会看CTV 有什么好看? 我没看 我亦都没看没发言权 有朋友 你听到有什么节目是好的 你告诉我 是吧?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节目是好看的 就是 看电视这件事已经很被动了 是吧? 你要等个节目 全世界都YouTube、Netflix 现在就 好 不要花太多时间说 那说电视更过瘾 行政会议 今天就再有 原来有一个叫做免费电视节目 和声音广播的中期检讨结果 中期检讨结果 免费电视台和电台 加入新规定 每个星期 播放至少三十分钟的国民教育 国民身份认同 和正确认识 香港国安法的照片 搞定了 听这些东西 没得顶 我认为 行会妹 每个星期三十分钟 太少了 每天播 你这么重要 国安法 现在还是这么多人 误会你的国安法 每天三十分钟 这么小 你叫曾志偉出来 就说国安法 这样才得到社会 更加能够社会认同 多播一些 这样搞法 也好 再分隔开 看CTV的 有一班 不看的 就更加不会看 OK 现在 就 就有三家免费电视台 包括就是 无线 view 和开电视 中期检讨做了什么建议呢 就是说 把七类的节目 整合做五类 这些 要找些东西搞 OK 如果不是 喂 谁做中期检讨 那些人要出粮 求人找些东西搞 就说一下 但这一部分 有一部分重要的 让我看到这个细节 取消 指定播放 有七类指定播放节目 取消指定播放节目 需要完全熟香港本地制作的规定 OK 那你说 咦 不是那些买剧 那些不是指定播放节目 你可以没有剧的 OK 那些呢 你是可以买回来的 但是指定节目呢 是一定要完全本地制作的 包括新闻 新闻 时事 儿童 青少年 现在可以不用本地制作 就搞定了 第一件事 这些节目 都可以买内地东西回来播 肯定了 不用说了 哇 全都可以播春晚 喂 新闻可以播央视新闻 哇 全都可以 喂 现在做电视台OK 买内地东西回来 儿童节目 哇 什么小苹果 什么 青少年 我不知道 找一些内地 总之全部都很爱国 应该就不单每周三十分钟了 各位网友 我们拭目以待 未来电视的新闻时事 儿童青少年节目 都不再需要完全是香港本地制作 那你想做电视 就可以更加吃屎 OK 第二 还有第三 青少年节目呢 这个没什么特别 欧洲是这样 所以香港电视继续 国际社会 国际大都会 是吧 这方面香港有优势 譬如去旅行 你去酒店那里 哇 那么多个台 香港就方便了 都要按 按完 只有几个台 不用选那么多东西 是吧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优势